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联邦政府关门之际 提出短期支出法案 暂时结束关门危机 然而这项法案其实只有提供 联邦政府45天的预算 关门危机并没有真的解除 而在汽车工人联合会 罢工的同时 底特律赌场工人也考虑要加入罢工 另外美国凯撒医疗集团 工会联盟也表示 如果劳资方无法达成协议 将在10月4日到6日间展开罢工 诸多因素影响下 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 道琼指数下措74.15点 收33433.35点 纳斯达克上扬88.45点 收13307.77点 标普500维生0.34点 收4288.39点 废办指数上涨14.56点 收3448.85点 欧洲股市方面 虽然收到美国政府关门危机 暂时结束的好消息 但由于欧洲央行大局升息 欧元区9月的经济指数显示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欧洲三大股市 接跌作收 英国股市暴跌97.36点 收7510.72点 德国股市滑落139.37点 收15247.21点 法国股市下探66.90点 收7068.16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